机械革命明显越来越会做机 频繁的踩在我喜欢的点上 比如像之前的14X 我是很喜欢的 15Pro我之前开箱的就是我印象很一般 太重了 15X的CPU性能我估计和14X差不多 因为CPU的性能已经到上线了 Intel的CPU堆功耗堆散热有明显的提高 MD不是MD功耗表现本来就好 核显的表现我估计是偏弱的 和14X一样 因为24G插拔的内存 所以重要的看点是机器模具本身 包括重量 包括15.3英寸很有特点的屏 机器是我自己掏钱在官网买的 不是广告不是掐贩 不是厂家充值的喉舌 包装箱和原份封口 里面还剩箱子 A面的样子 明显比说Pro要好看太多 有质感太多 DK的样子 包括脚垫的凸起 右边两个A口 背后两个出风口 一个C口 一个HDMI 一个网口 左边两个USB 一个锁孔 一个耳机耳麦口 那一共有5个USB口很好 机器的厚度 脚垫在桌面主力感很好 单手开合也没问题 平的开合角度 机身的刚性正常 有一点点形变 平是三面窄边框 底部大概一指半的样子 出风口在转折的后面 键盘的布局非常好评 有两个回车键 并且加减号在侧面 是单独在这边的 而不是在这里的 挺讨厌那种 我怎么感觉照着我喜欢的样子 做的 键盘手感正常 方向键大 边缘也没有割手感 数字键盘我用的多 我喜欢大大的零 有回车键 加减号在侧面 重复一下 触摸板手感也很好 电源键也有明确的段落感 整个机器的C面 包括键盘的布局 都非常好评 电源适配器 100瓦C克 250克 1670克 15寸机器的正常重量 比15Pro清了200克 感受要好态度 键盘的背光是白色 这个机器有机器革命的控制台 15Pro就没找到 有这个控制台会方便 太多 壁纸的样子还可以 主板的BIOS是5月10号 CPU是8核16线程 16兆的3G缓程 纯大核 内存是美光 12G的5600两条 就是24G的双通道 这块屏是晶动方 15.3英寸 2560×1600的分辨率 120克的刷新率 核显是780M 768的核心数 硬盘是长江存储的 PC4111T 无线网卡是英特尔的 WiFi6的X200 整个配置都没问题 不过24G内存 有可能对核显的性能 有负面影响 这是内存和缓存 CPU最重要的跑分 是223多核10分钟 是16397 这个跑分是三款无界的 同样CPU里面最好的 但只是一两个百分点来去 包括英特尔的U7 也只高了一点几个百分点 可以认为 这个跑分是轻薄本 CPU的极限 占66的U5一塌糊涂 低37.8% 戴尔玲瓏同样的CPU 低20% 台式机的I5高46% 高很多 单核的跑分是1757 是很正常的分支 横比的机器里面 占66的U5是最低的 低7.4% 台式机的I5高12% CPU的全部跑分 你们自己看一下 把第二电源适配器以后 循环播放视频 屏幕亮度最高 10赫兹的刷新率 电源模式是平衡 控制台式公众模式 一共播放了5个小时 比我预想要低一些 但是比那些 两三个小时的垃圾强太多了 拔掉电源以后 跑223多核10分钟 跑完了14910 降低了9% 倒也不差 连续跑30%25 好了 最大值是2656 最小值2612 差值只有43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老版鲁达斯的跑分 核显是3万 新版鲁达斯总分147万 核显是6万8 MDMark核显的跑分是2632 这个跑分略高于14差 不过也算是偏低的 小新同样的核显高7.7% 荣耀的U5高28% ThinkBook的U7高44% 台式机的3050高83% 其实这块屏最适合干嘛 剪辑视频 剪映剪辑视频的时候 CPU占用在20%左右 核显占满了 MD核显用H264速度是最快的 就这个机器的配置 我们平常这种10分钟左右的视频 剪辑完全够 94秒完成 和ThinkBook的U5是一样的速度 ThinkBook的U7快6.3% 占66的U5慢很多很多 慢52% 台式机的3050快27% 4060快很多 可是工厂转换视频 CPU的全核频率是4.35G左右 121秒完成 和另外两个同样CPU机器 差不多速度 和U7也是差不多速度 荣耀的U5慢15.7% 占66的U5非常差 慢71% 最左边台式机的I5快27% 长江存储硬盘的跑分很好 AI绘图 CPU占用个位数 显卡占用高 就核显占用高 86.2秒完成 小兴同样的核显快8% 5G的14X同样的CPU慢21% 左边两个独显快很多 这个不谈 开始单烤CPU才开始69.5瓦 全核频率4.25G左右 我在等它降频到一分钟还没降 开始降了64瓦左右了 单烤的47分钟 还是保持在64瓦没问题 85度 噪音还好是次次的风声 在人的位置是50.6分贝 机身上55.9分贝 插线板上108瓦 环境温度23.6度 但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们看一下电源适配器的温度多高 这是我所有的开箱的机器里面 温度最高的电源适配器 会不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双烤是CPU74度 3.55G左右的CPU的全核频率 核显在1.88G左右64度 总共已经烤机了一小时39分钟 不过万兔的温度并不高 单烤核显可以跑到2.7G 那整个机器的频率噪音温度也都没问题 烤机的热成像 屏幕亮度 532 487 458 471 493 497 495 488 456 这块屏和老款的MacBook Air的对比 看机器内部的布局 明显就是和14X一样一样的主板 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是 右边的风扇更远一点 热管拉的更直一点 机器内部两条热管 两个风扇 两个出风口 两个插拔的内存 8数瓦时电池 两边扬声器 这是主硬盘280的 这里还有一个重盘的位置 这是无线网卡 算是14X的拉皮板 按说这个性能应该是一样的 但这款稍微好一点点 毕竟贵了300块钱 如果把扬声器 换更好一点就好了 金属的D壳 又导致电 给硬盘做散热 摄像龙和麦克风 简单跑两个游戏 横比知道好坏就行了 这是刺客镜头英零店 1080P的最低画质 53帧 比无界的另外两个机器高一帧 小新同样的核显高11% 戴尔玲珑同样的核显低 低7.5% 占66的U5低35% 非常差 台式机的3050高84% 古墓丽影1080P的最低画质 55帧比14X还低一帧 Fingbook的U5高5.4% 占66的同样的U5低14.5% 低很多 小新和这个机器同样的780M的核显高20% 这种差异就是由于内存所导致的 英特的U7高21.8% CS21080P的最低画质 然后阴影是最高 平均102.6帧 不好意思 这个游戏还没收集很多数据 新Book Pro高板值8.7 凯世纪的独显7700XT高三倍多 就凭我过手这么多机器的经验 它作为一个轻薄本 我上手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很有好感了 全金属有档次感有设计感 又有一块好屏 尤其是大屏加上全金属机身 重量却没有超标 这点比它自家的15Pro好太多 这块大屏的观感很好 其实这个机器最应该的用途是做视频编辑 机身内又有足够的升级空间 妥妥的一个生产力小钢套 全键盘 尤其这个数字小键盘非常好 整个边缘已经没有空间了 利用版 手感有点难以形容 它在笔记本键盘里面属于是有触发感 有段落感 但是同时又有点松散 5个USB口非常好评 足够大家使用了 尤其背后的接口 出风口被平挡在背后 也会让噪音小一些 所以看得出来整个机器的设计非常走心 可惜什么呢 可惜投胎在机械的命家 如果这个机器投胎在联想家 那妥妥的是一个大爆款 一样一样的性能的略好一两个百分点 可以认为是机器的个体差异 当然也有可能是热管拉得更直 所导致的缺点两个 一个是核显的性能 由于内存的影响发挥很一般 第二个是电源适配器的温度太高了 七十几度很夸张了 然后价格4299 就这个屏已经值回票价了 没问题 其实我在想啊 能不能用这块屏做更轻薄的机器 哪怕性能再折损一点点 好了开箱完毕 开箱机折价的减300块钱就是3999 就这样拜拜